嗨,大家好,我是張宜德 我目前是一位自由階案的3D概念設計師 這部影片我會講一下我用來製作人物角色的軟體Daz Studio 它是一個免費的軟體 到他們官方網站就可以直接下載下來使用 裡面會有一些基本的人體模型和頭髮、人物姿勢等等 免費的東西其實也可以說是最貴的 因為它雖然軟體本身是免費的 但是官網上面的商店販售了非常多創作者或是官方製作的素材可以購買來使用 通常為了加速製作的速度 購買這些素材來修改是會比較有效率的 如果時間比較多或者是有興趣製作這些素材來販售的話 那在這邊販賣應該也會加減有不錯的額外收入 那所有購買下來的素材就會綁定你的帳號 然後下載這個他們的install manager 就是下載器 那下載完之後就會自動同步到電腦上面軟體這邊來方便做使用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軟體本身的介面 那預設和購買好的物件都會顯示在 左邊這個smart content這邊 然後它物件的分類也都蠻清楚的 像是配件、場景、場景物件、然後角色、頭髮、知識等等 都是很常用到的分類 那我們這邊就先來看角色的這個分類 那我們回到網站上面這邊 可以看到它販賣的角色種類不只是只有人物而已 那它會有一些動物啊像馬或者是貓狗、恐龍之類的生物也都有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莫名其妙的生物 那在這個軟體上做生物的好處就是 它下載下來的骨架都是已經處理好的 所以可以很方便的做出你想要的知識 例如說我們開一個這個碼的檔案 那只要選取它其中的一個關節然後做拉動 那周遭的肌肉就會一併跟著做變形和移動 非常的直覺 那選取這個角色之後 來同樣左邊的這個分類 可以看到它分類的數目會變得比較少一點 那這些就是可以應用到這個角色上面的毛髮、材質和知識等等的 那我現在點選一個棕色的材質上來 那它馬的材質就會直接貼上來 然後到Pose這邊 有一些現存的姿勢可以選擇 那在點選姿勢之前我們先把下面的這一條是動態的時間軸 我們先把它拉到最後面 然後再回來選擇其中一個姿勢 那這樣我們再來拖拉時間軸 它就會有一個從原本的最初始的Pose到擺好姿態的一個減變的動畫 那這個在之後角色身上做一些布料的模擬的時候會是一個很關鍵的設定 那這些詳細的布料模擬會在後面的章節再講到 那不過我們這邊就先講一下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我們先把這個馬刪掉 然後開一個人物的基本角色來做示範 那我們先選這個男性的一個基本的角色 那開起來之後這個姿勢就叫做T-Pose 這樣會比較方便把一些還沒有運算過的布料或是衣服 那會比較好對齊然後讓它穿上去 那等到對好然後穿上去之後再透過剛剛T-Pose到擺好姿態的那個減變的動態 那再來去運算擺完Pose的布料模擬會比較好做 那我們一樣把時間軸先拉到最後這邊 然後再隨便選一個Pose 就先用這個好了 然後這樣它拖拉也會有一個減變的動態 那我們就方便在零格的時候 就是T-Pose的時候幫它穿上衣服的模板 然後再透過Marvelous Designer的布料運算去達到它這個姿勢的布料模擬 那這邊有一個存檔的重點是我會存成clada的檔案類型 那就是點DAE的檔名 轉出選項這邊打開Show Individual Settings這邊 然後記得把Animation打勾 然後Animation下面這兩個也記得都要打勾 這樣它就會保存剛剛漸變的那個動態 然後方便我們之後來製作布料的模擬 然後上面這個Collect Maps也是 預算也是打勾的 它會幫你把所有的貼圖全部打包 然後存在跟那個DAE檔案同樣位置的路徑 那我們做人物的布料的前置動作 這個部分就先到這邊 剩下的詳細布料模擬會在下一張用Marvelous Designer講到 那我們就先繼續來看Dust Studio常用的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右下角這邊就是可以調整角色細項的參數 那記得這邊要先選Editor 然後分頁這邊比較常用到的就是Shaping和Posting這兩個 Shaping這邊像是有整體身體肌肉線條的調整 然後胖瘦的調整之類的 那下面就是各個部位的大小比例調整 那一樣調整完比例之後 我再到中間這邊來抓取角色的任何一個部位 它也會一併的做變形和移動 不過如果只是要做一般的角色的話 通常不會在這邊調到太多的參數 除非是要做像這種角特別大的看起來比較奇怪的角色 不然一般都還是做一些細微的調整而已 那接下來就是Posting這個分頁 主要的設定都在Post Control這個裡面 那一樣也有分各種部位的控制 像是單純只有手臂的移動 或是只有左手臂或右手臂 然後表情的話就可以在頭部這邊來進行調整 像是眉毛的高度 或是眼睛看的方向 還有眼皮的控制之類的細像 那光是這些調整基本上就可以做出很多不同人體的變化了 然後因為一個人或是角色最大的特徵通常都是臉部 所以我主要都是拿這個軟體來製作一個人物的基本型而已 如果我最後只是要產出單張圖像的話 臉我都會在Photoshop再合成不同的臉部細節上去 或是用液化工具去調整整體的輪廓 那就比較不會做出來都跟別人使用的臉型或是頭型相同 那如果是有比較多視角需求或是動態需要的情況的話 就會使用3D掃描的頭來做替換 或是用Dark Studio轉出的模型 然後在ZBrush再做有凋細或是其他的調整 然後它預覽這邊也有一個NVIDIA High Rate的即時預覽效果 那可以讓你在這邊做調整的時候 也可以一邊看到比較寫實的Render效果 因為通常這種比較假的3D預覽效果 就是剛剛我們調回去原本那種那種感覺 就有時候比較難想像到時候算圖出來的感覺會是怎樣 那偶爾切換一下到Iray的顯示會比較不會偏離最後算圖的感覺 好那這個軟體大概就先講到這邊 其實這個已經算是非常直覺而且很容易學的軟體了 很多細項調整我就不會一個一個都做出來 那可以自己玩玩看試試看 那下一集會用到剛剛講人體那個模型 然後用Marvelous Designer來幫他穿上衣服 謝謝你 感谢观看